新人辈出的idol圈永远不会寄聊 只是对于不同家的饭来说 一些人的狂欢映衬了另一些人的孤单 倘若你的idol不在意或不在线 热闹就是别人的你什么都没有 没有明确方向的未来总是惶恐大过期待 当明雾中突然亮起哪怕是一点点微弱的火光 积攒太久又无处可塑的情绪会迸离而出 充斥着名为希望的信息素 上周几只沉寂已久的老团 不悠而同的有了新动态 引发的粉丝反响却大相径庭 韩语圈家族演唱会的开创者SM 上周官宣了今年8月 日本东京的家族抗宣传物料 对于一年N旬全球捞钱 加加强粉丝年薪的SM来说 这算不上什么新鲜事 然而这次海报和预告片一出 就在饭圈引发轩然大波 一度登上中韩双料热搜 热搜词是FX合体有望 自2016年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举行单独演唱会后 FX四位成员就四散于中韩美各自发展 其中宋茜和Ember以分约的方式 将各自的中美经济约与SM切割专注海外发展 正秀金则侧重影视和时尚活动 只有Luna偶尔以组合的名义在韩登台表演 今年是组合出道第十年 也是成员们二次续约即将到期的日子 FX的未来成为饭圈一个雅泥般的存在 上周官宣的海报列出了12组将出席东京SM家族矿的艺人 其中邵石、有力、太炎、校园各占一格 蚊子部分也特别标注为邵石 云儿和顺规将缺席 Shiny也特别在蚊子部分标注了泰尼 而到了FX 图像是四人玩整体 底端蚊子部分也明晃晃地写着FX 而非个别成员的名字 同一张海报里的不同表述方式 难免让饭圈产生猜想 久未露面的FX火将合体 然而另一种悲观的论调是 9月合约到期 8月出演家族亢 灵敏的微光还是最好的狂欢也未可知 但是对于FX的粉丝来说 能够看到他们再次站上舞台就是好的 毕竟已经等了太久太久了